志工已經為了年底即將舉行的 台中花博做準備 慈濟在外埔有一個三百多瓶的 環保科技人文展館 以環保科技為主軸 五月底剛舉辦完禁私生活營 參加的學員上台分享 短短三天的時間讓他重生 以前的他很我執 對父母不孝順 現在他發願培訓要付出助人 上人期許慈濟大門永遠敞開 就等你走進來一起行菩薩道 大海新聞將軍過激中台中報導 澎湖的第一批 澎湖的第一批